1989年 9岁的张柏芝 终于盼来了父母的离异 父亲张仁勇爱好赌博 和14K大佬潘志勇 名字都带个勇字 都续着同款胡须 然后有一个相同的外号 胡须勇 不明真相的江湖人物 容易把他搞混成14K大佬 胡须勇 把赌博当爱好的男人 不会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张仁勇在家里 经常跟老婆搞嫁 张柏芝见怪不怪 冷眼旁观 父母离异后 他虽然跟着母亲生活艰难 但反而感觉解脱了 1993年 13岁的张柏芝 随母亲移民澳洲 因为生活艰难 他一边上学 一边背着母亲兼职打零工 在社会大学里 张柏芝不仅学会了抽烟喝酒 为了赚钱 他还去夜店兼职 回忆起那段豪放的兼职往事 张柏芝说 穿的衣服不可能清纯 要不客人都会跑掉的 那个唱法也不可能这么甜美 1998年 18岁的张柏芝中学毕业后 返回香港 他原本只想当一个护士 可颜值不允许他那么低调 逛街时 他被星探发掘 拍了一个柠檬茶广告 就莫名其妙地火了 没过多久 张柏芝被蛊惑仔中饰眼娇皮的朱永棠相中 做了所有男女朋友之间能做的事情 朱永棠的哥哥朱永龙 被称为香港金牌经纪人 以为弟弟与张伯之声里已做成熟饭 便签下了他 张柏芝的老爸胡须勇一看女儿有出息了 半夜跑去找朱永龙借钱还赌债 那时 星爷正在为喜剧之王选角 当看到张柏芝那个柠檬茶广告时 他心动不已 张柏芝就这样成为了新女郎柳飘飘 在星爷手把手教导下 小白张柏芝迅速迸发出了惊人的演技 最终 喜剧之王成为当年的票房冠军 张柏芝因此获得了香港金像奖最佳新人奖提名 这时他遇见了改变他一生的男人 1999年 19岁的陈冠希回香港度假 凭借着父亲的人脉 在四大天王之一的黎明邀请下 和张柏芝组队饰演情侣 拍摄了一组地铁广告 广告里 二人除了摇耳朵 还甜蜜地稳在了一起 同年 张柏芝还在电影《心愿》中 实现了自己当护士的心愿 并演唱了主题曲《心心与心愿》 高起点混进了乐坛 签约环球唱片公司 就这样 张柏芝和当红歌手陈晓冬成为同事 二人一起演唱了《留给最爱的说话》 歌曲不火 但绯闻不进而走 为躲避狗仔队的长枪短炮 张柏芝还女扮男装 甚至还钻到陈晓冬车尾箱里约会 人怕出明珠怕壮 张柏芝走红后 麻烦也找上门来 因张柏芝父亲胡须勇替人作宝 欠下赌债 惹上黑社会 被下了江湖追杀令 还顺带给张柏芝下了一道江湖间杀令 在张柏芝走投无路之际 向太伸出援助之手 摆平了江湖风波 从此张柏芝这棵摇钱树 栽进了像是夫妇的后院 有了像太的撑腰 张柏芝在港圈更加如鱼得水 事业不断上升的同时 情场也开满了鲜花 2000年3月12日 王菲和谢霆锋在酒吧公然接吻 一时间风飞链长期霸占娱乐头条 张柏芝和陈晓冬也不甘人厚 6月14日 二人在餐厅食指向寇 又在众目睽睽之下 开车扬长而去 东芝链就此浮出水面 欲与风飞事比高 2001年 张柏芝和天王黎明合作电影《情谜大话王》 黎明对张柏芝关爱有加 呵护被制 还经常深夜打桌球 在电影首映李荡晚 张柏芝还被传在众目睽睽之下 依偎在黎明怀中 也许只是逢场作戏 宣传电影 但看到漫天飞的绯闻 正牌男友陈晓冬嫣能不弃 二人大吵一架 就此一拍两散 分手后 陈晓冬还爆料说张柏芝在当时交往几个男友 二人互相指责对方劈腿 在这场口水大战中 谢霆锋为支持张柏芝 亲自为他的新专辑 吻着道歉 捉笔操刀 自此 张柏芝和谢霆锋成为朋友 为日后的日久生情埋下伏笔 2002年初 22岁的张柏芝在一档节目中 意外翻车 差点致残 张国荣第一个前往探望 还把自己的护身扶给了他 谢霆锋也前往探望被媒体拍到传出绯闻 但二人对外宣称是兄妹情 但两个月后 痊愈不久的张柏芝 就和谢霆锋携手同游马来西亚 被媒体曝光 这让天后王妃甚是难堪 然而 这一场车祸组成的临时组合 还不足以对风飞链产生实质性的伤害 一场不够 那就再来一场 3月23日 谢霆锋和张柏芝在外嗨了一夜 夜车开得太久 凌晨他又开着杨寿成送的法拉利 脚一软 发生了交通事故 为逃避法律责任 谢霆锋逃离现场 折回张柏芝家里 现场找司机顶包 这就是著名的谢霆锋顶包案 张柏芝以绯闻女友的身份 多次出庭配合调查 可没想到 尘埃尚未落定 媒体就传出风之分手的消息 张柏芝一边说自己要挥剑斩情思 一边去与谢霆锋同游泰国被拍得正正 两人的感情扑朔迷离 让外人看不清也看不懂 这年11月 谢霆锋顶包案正式宣告结束 随后 风飞链再度复合 也就是说 张柏芝给谢霆锋做完证 然后再一次被抛弃 一而再再而三 张柏芝对谢霆锋很失望 把目光瞄向了谢霆锋的好友陈冠希 当时陈冠希是港圈的绯闻小王子 不仅和余文月忙着争夺阿娇 还和陈文元也传出了绯闻 张柏芝和陈冠希一起去台湾 参加大尺度party 摄影爱好者陈冠希老师 还饶有兴致地拍起了纪录片 他没想到 这些用于自我欣赏的珍贵资源 日后会成为一颗定时炸弹 2005年 25岁的张柏芝 在常进国产位后 开始尝起歪果人的滋味 从外籍冲浪教练 到人高马大的Jaron 口味一直不太清淡 同样是2005年 李亚鹏通过一首麻将绝技 终于和王妃走入婚姻的围城 2006年 王妃和李亚鹏生出爱的结晶 随后 张柏芝和谢霆锋 也步入了婚姻的围城 一年后 张柏芝和谢霆锋 也生出爱的结晶 正当吃瓜群众觉得 王子和公主都过上幸福的生活 无瓜可吃时 陈冠希老师埋下的地雷爆炸了 2008年 燕照门事件爆发 张柏芝的婚姻变得岌岌可危 面对外面的流言蜚语 以及张柏芝一次次痛哭流涕 谢霆锋扛起了男人的责任和担当 做一名好男人 他表示自己将会用无比宽容的心 去保护受害者以及家庭 谢霆锋的这波操作 确实让他加分不少 随后 张柏芝也成功付出 谢贤和迪伯拉也成为国民好公婆 甚至为了打破外面有关两人不合的传言 两人还齐心协力 又造了一个小人 二儿子的出生 就像是一块风口布 彻底堵住了吃瓜群众的嘴 可没想到 2011年5月8日 张柏芝和就爱陈冠希在飞机上相遇 张柏芝主动调换了座位 坐到了陈冠希的身边 一路上 两人有说有笑 还亲力合照 两人照片传出后 再次掀起轩然大波 很多人都觉得 张柏芝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根本不值得同情 谢霆锋也心生下戏 5月24日是张柏芝的生日 可谢霆锋宁愿在吉隆坡晒太阳 也不愿意为张柏芝庆生 随后张柏芝传出与谢霆锋分居 一年后两人正式离婚 离婚后谢霆锋越走越顺 不仅娶了离婚的王妃 还凭借一手厨艺 开启事业第二春 张柏芝呢 在2018年 生下三胎 生父至今是泥 为了养活三个儿子 张柏芝不得不东奔西跑 参加各种节目 2021年 张柏芝参加了综艺浪姐2 虽然唱跳动作经常出错 但凭借好妈妈的人设 以及在线的颜值 人气还是居高不下 张柏芝的前半生 经历多次大起大落 她任性甚至有点放肆 虽然都付出了同等的代价 但并不是所有人 都和她一样 有放肆的资本 所以 她是幸运的 她们都会有什么 如此 她们都会有什么 我收到 她们都会有什么